第七题比较木块在甲乙丙一体中所承受浮力大小次序为何 我们在讲解第五题的时候已经说明过了 木块的密度比水小 而我们三杯一体的密度都比水大 也就是木块的密度都比三杯一体的密度来得小 所以它在这三杯当中都是浮起来的 而我们晓得浮体的浮力会等于物重 我们是三个完全相同的木块 所以它们的重量是相同的 也因此它的浮力是相同的 所以第七题问我们说 比较木块在甲乙丙一体中所承受浮力大小依序为何 我们答案选的是A甲等于乙等于丙